欢迎回来 最近邻居离的官方微博发起了一个超市创意随手拍的活动 结果呢 发来的这个作品可以用碳围观止来形容 超市大妈的创意作品也在网上被疯传了 有网友就跟帖说 人类已经无法阻止超市大妈的创意了 超市大妈们这是要逆天哪 那这些东西真的是这些超市大妈摆出来的吗 今天的生活放大镜带您一探究竟 看看这些超市大妈们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当下时尚圈最大气最有型最上档次的面料 不是断面不是丝绒不是雪纺纱 必须是餐巾纸 什么国际大牌高端定制走秀新款统统若爆了 锅耳瓢粉产水果卷纸凉鞋都能身上穿 这才叫创意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呢 这些拖鞋编制出了各种造型 现在我们看到是一个QQ公仔的造型 还有手风琴各种花式 编出这么漂亮造型的超市的 我们说这些大妈们 当然这是赞美的大妈 他们本人却很羞涩 把美展现出来了 他们自己面对镜头的时候 都恨不得躲到最远的这个拖鞋堆里去了 这位大妈看到镜头躲开了 不过这受鞋组可不光有超市大妈 还有超市帅哥 他们还真的都是普通的超市工作人员 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 您看这普通的拖鞋摆出了多少造型啊 三四个小时吧还是蛮有纯粮感 各个看我比较喜欢 所以会卖的比较好 纺织用品组的这位大妈很大方 现场给我们秀起了她的作品 凉快凉席 几根鱼线 不用穿针鱼线 半小时不到 模特儿穿上了漂亮的礼服 超市要求 每个组每半个月 就要对促销商品创意造型进行更换 这位超市大妈的手机里还存着她的作品集 这是用那个短裤 内裤卷起来 卷那个红心 这个是用那个被子 冬天的被子 卷了一个小梗 这个是个枕头 弄那个基石贴 贴了两个大蝴蝶 这些作品有的憨态可居 有的温馨可爱 大妈 您有美术公典 学过艺术造型吗 一开始我钢琴超市的时候也不会这些 然后是我们领导说要做个愤怒小鸟 然后我们领导上 请我们领导上网查 查了以后给了我一个图片 然后就根据她这个图片的特征 回家想 想了以后做出来的 活到老学到老 与时俱进这些词 用到您身上都显得老套咯 看完纺织用品组超市大妈的作品集 清洁用品组的超市美女 也在给我们秀创意 每款商品经过创意造型以后 销量都会明显增加 很多滞销的商品经过造型创意都变得畅销了 这种创意据说是来自台湾的花式百货 越来越成为超市的独特营销方式 而方便顾客取用也是他们的一个原则 几个人爬上爬下用了三个小时 一个特别可爱的牙膏造型组终于出现了 最后再加点温馨的内容 一只可爱的小熊 给梁琦穿上漂亮的礼服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牙膏做成这样温馨的造型 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可能前期的公司到实际的操作 要花去十几天的时间 但是您看不到他们的辛苦 因为做这些东西都是要在下班的时间 店里没人的时候 但是您的关注或者是由衷的一句赞叹 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最开心的就顾客讲 哇好漂亮啊 顾客来每次来 这些都是他们曾经的作品 因为促销商品不同 实力不同 创意再好 花费时间再多 这些作品最长也只能保存十几天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 超市大妈的好创意才能源源不断 作品才能更加高端洋气